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 24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 与乌国总统泽伦斯基 外交部长库列巴等多名官员会面 杜德社报道 双方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议 超过预期时间的两倍 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美国高层官员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 布林肯向泽伦斯基表示 美方将提供7.13亿美元 约新台币211.22亿美元的资金 援助乌克兰以及中东欧地区盟国 并且下周开始 美国外交官员将逐步回到乌克兰 泽伦斯基透过声明指出 美国对乌克兰的全部军援 已经达到34亿美元 使乌克兰的国防力量达到新的水平 感谢美国政府和人民跨党派的支持 另外布林肯还透露 美国总统拜登随后会正式提名 新任美国驻斯洛法克大使布林克 驻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 先行亚太电视 曾一豪张瑞珍综合报道 我们开启动